所謂大熊的收入怎麼樣 大熊家是什麼 大熊家收入算一般啦 他爸爸算是中產階級 只是說因為他們家房子是租的 可能那個成本比較高 那到底是為什麼 聯準會降息之後 不是大家說 美債是一個送分體嗎 它這不漲反而是下跌 很多人的想法就是 以為降息債券就一定會漲 那些跟你說送分體的 那個才是騙局 有些專家是說法說 會漲沒有錯 可是你把時間拉長 可能再等個一兩年 一報得的債券就可以解套了 這個也不一定 你如果一開始是短線 你現在可以思考說 你願不願意放長線 你願不願意長期賺這個 4%多年花的報酬 現在的殖利率來說 你放十幾年一定會賺 哈囉歡迎收看小這裡談藍圖 我是余玲 台灣原封ETF 尤其高股息的ETF 特別受到投資者的喜愛 因為可以穩穩領悉打造被動收入 不過市場上也有另外一派人 也推崇指數化投資 像是布局0050 006208 這些追蹤大盤指數的市值型ETF 那到底這種指數化投資有哪一些優勢呢 另外一方面現在 美債的ETF的收益人數也是不斷的創高 不過呢我們看到現在聯準會降息之後 美債的價格是持續破底 它不漲反而是跌 所以就有人在問說 到底美債是不是一場龐氏騙局呢 那我現在滿首美債 我又該怎麼樣解套呢 我們先來介紹今天的來賓 是PTT的名人 直樹化投資專家多拉王 您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首先先跟大家介紹一下多拉王 其實在進入股市之前 我們知道您在PTT已經是小有名氣 因為常常回答一些多拉一夢的相關 很刁鑽的問題都回答得出來 一些故事劇情跟投資作結合 做一些比較平易進行人的例子 跟大家來講解 哇 這真的是 從漫畫裡面找出一些這個 他父親的收入啊 這個家裡有哪些開銷啊等等喔 那那篇我記得大家還滿喜歡的 那所謂大雄的收入怎麼樣 大雄家的收入 大雄家的收入算一般啦 並沒有像說 因為漫畫裡面常常表現說 他媽媽常常說現在是赤字啊 怎麼樣 就是可能沒有 因為他爸爸算是中產階級啦 就是上班族 也不是最底層的上班族 只是說因為他們家房子是租的 可能那個成本比較高 所以生活並沒有說非常寬裕 但是也沒有到很糟這樣子 把這些冒畫中的一些小細節 跟投資作結合 那還有其他的例子嗎 後來我就是開始寫一些 投資文章的時候 我就把一些故事結合起來 比如說有一個道具叫做 增值銀行 他放在裡面就可以有很高的利息 他其實是哆啦A夢要教大雄怎麼樣儲蓄 就是利用負利來累積 只是說大雄就是存進去之後 就是非常 就看到玩具又想要買 就一直看說怎麼錢還不增加 其實已經增加很快了 但是他還是沒有耐心 然後最後結果他還去借錢 那個利息也很高 那結果小富汗胖虎 則是他們存了所謂的定存 可是那定存跟我們的定存 可以隨時領出來是不一樣 他是放進去就是絕對領不出來 雖然利息很高 其實這個故事有很多有趣的點 一個就是教我們富利累積 第二個就是不要長期投資 就是你不要一直去看盤 一直去看說你賺了多少 然後又想要拿出來花 這個其實 其實尤其還在賺錢的年輕人 其實是不需要這樣 也很危險 所以這個故事就是還蠻有趣 有很多可以讓我們投資借進的東西這樣 所以老師您非常喜歡多拉A夢 就把這些有趣的小故事 跟我們的投資理念做一個結合 分享給大家 那剛剛你有講到其中一個地方就是說 其實要長期累積負利效果 這好像就跟你的投資理念 做一個完整的一個結合 因為我們知道您是比較專精 而且也推崇的是指數化投資 那到底指數化投資是什麼 然後它的優勢又在哪裡 對 雖然指數化投資有指數兩字 但是我們一般認為必須要是追蹤 這個類似大盤指數這樣的才算 就是有些策略指數就比較不算 指數化投資 問題就是像這種市值型的ETF 才算指數化投資 高股其實ETF就不算嗎 對就是就我們推廣指數化投資的人來說 因為它雖然也是追蹤指數 但是它沒有辦法獲得市場平均報酬 它反映的是某一種選股策略 選股策略這麼多大家都不一樣 所以它最後沒有辦法達到我們 所謂長期累積的效果 不是說一定不好 但是它變數太多 所以我們獲得市場平均 是所謂指數化投資 很重要的一個特色 那聽起來平均好像不太厲害 就是假設一個人 他在班上只考平均成績 大家好像覺得也不是說很差 但是好像也不是很厲害 但是在投資上有趣的是就是 你每年都拿平均 到最後其實會變成前段班 這個主要就是因為市場上 只有少數的人 他真的掌握到重要資訊技術 他可以獲得很好的報酬 可是有人拿比較多就有人拿比較少 他這些厲害的人多賺的 就是那些後面的人賠出來的 所以我們拿平均 實際上就是拿大部分 領先大部分的人 就是你不用去跟那些厲害的人 互相競爭 你就拿一個市場平均 而且因為主動投資 很多人是這種短線進出 很多的成本都交給了券商 交給了國家 所以平均下來長期 指數化投資 他就是一個很穩定 可以獲得一定的報酬 而且贏大多數的投資人 所以聽起來指數化投資 基本上是等於大盤的報酬 而且基本上 績效平均下來 是可以打敗一些主動投資選股的人 那剛剛其實有提到高股息的ETF 其實是現在投資人很喜歡的 但你認為說他就是 其實不算是指數化投資 所以意思是說 像這種市值型的ETF 他長期的績效是會打敗高股息嗎 應該說以台灣來說 過去長期是打敗 以美股來說也是 其實我不能說一定打敗 因為高股息ETF 每一支的選股方式都不一樣 說不定未來可能有一兩支 他會贏大盤 有可能 但是你事先不知道 高股息 我們先從績效來說 他其實最不利的就是 他必定 他是一個策略指數 他畢竟一直換股 雖然0050他也會換股 但是他都是最後市值最小的 一兩支兩三支股票 不像高股息是常常一換就換好多 而且是換比例 都是占比很高的 而且台灣高股息 已經這麼大 那規模這麼大 每次要換股的成本 就是你要賣這麼多 不是市場都有好的價格賣給你 所以這些交易成本 就是成為他非常不利的一個因素 所以我不會說 保證高股息未來一定會輸 但是他有很多不利的因素 以及歷史實證來說 他也確實是 因為他選出來的股票 大部分都是那些 你說配息高的 像比如說 以台灣來說台積電或是美國來說 像蘋果啊 回答這種高發展的 他必定把自己賺的錢都拿去投資新的東西 他絕對不會發高股息給你喔 所以你就必定會沒有投資到一些高發展的股票 所以這個是他可能落後的原因 但是我沒有 我就說不是一定會落後 只是很有可能會落後 那你既然要投資 當然是選一個比較有機會表現好的 但是如果我就是想要現金流 我每個月都想要被動收入 我是不是還是該選高股息 這個其實一個迷思就是 如果你是一個小資族 你賺的錢都要拿來投資的話 你根本不需要現金流 因為你居然拿到配息 你還是要投進去的 那如果你是一個退休族 你現在沒有什麼收入 你確實要用錢 其實只要賣股就好了 台灣其實賣股 兩天就拿到錢 配息還要等一個月 這個是 而且配息多少 不是你可以決定的 你要賣多少 你今天要用一萬塊 你就賣一萬塊 兩天後就拿到啦 你要用一萬塊 要等一個月後 到底配息多少都不知道 其實是把主動權交給投信 投信配息也是要賣股 才可以發現金給你 其實也就是把自己的錢還給自己 而且還不能自己決定賣多少 還要等一個月 所以聽起來 其實小資族 因為領到的息 還是要繼續投入 因為小資要滾成大資 就是要不斷的累積 長期的資本放大 但是如果說 是一些退休族 或是接近退休的人 想要真的要現金流 基本上投資市值型的ETF 自己去賣股 然後拿現金當成股息 也是可以的 對 所以說 這或許也是一些 投資高股息的迷思 那另外就想要請教 老師你就是這麼多年的投資經驗 就我們知道 其實你剛入市場的時候 好像也曾經犯過一些錯誤 對 就我看您的臉書曾經分享 就是你剛投資 剛開海外賬戶的前幾檔標的 其中一個是SDS 就是兩杯放空 S&P500的ETF 然後當時你寫的原因 是為買手的主動基金 想要避險 後來就發現 好像完全不用避險這一回事 這是有什麼領悟嗎 這可以跟我們分享 對 其實剛開始的時候 應該說我還沒有學指數化投資之前 就是買了很多主動基金 那第一個問題就是 根本不懂市場漲跌的道理 就是看一些熱門基金就一直買 那那個時候快要金融海嘯 還沒有 已經開始市場往下走 那就開始慌了 那這個時候我開始學習指數化投資 決定要指數化投資 可是第二個心魔就是套牢 就是發現它帳面是虧損 就捨不得賣 捨不得賣 對 所以這個時候就很矛盾的 竟然就是想說 那既然我要慢慢的把它賣掉 那我就 可是又怕市場要開始跌了 所以我就去買放空的 想要抵銷一點 那最後結果是 結果市場反而又反彈了一下 我反而虧了更多 那所以這個的很大問題就是 其實小資族根本不需要 買什麼避險的產品 就是我說的避險是指這種放空避險 這種放空避險 它本身是一個長期付報酬的東西 根本是有害的 你如果真的怕市場下跌 真的那應該是要直接把標的賣掉 而且我那時候已經對主動基金 沒什麼信心了 最好的做法就是直接換成指數化投資 但是因為很多人就是看了那個 會想要看著你自己手上基金的報酬 然後來決定要不要賣 其實這個是錯誤的 因為那個是過去的報酬 跟你未來沒有任何關係 不會說因為你之前虧 它就會漲回來 或者說之前賺就怎麼樣 但是我知道 也許不是每個人都做到 就像我以前也做不到 我花了好幾個月 甚至快要一年的時間 才把主動基金都清光 所以一開始你也是投資主動型的基金 但是因為經過了一些教訓 發現其實指數化的投資 長期而言對小資族來說 它的績效是比較好的 所以後來就轉了 從投資布局指數化的布局 那另外就是講說 得到最大一個領悟就是說 其實錯誤的投資家立刻認賠賣掉 才不會有過大的虧損 可能拿這個洞去補那個洞 對這是要認賠這樣 對其實也不只是認賠 就算你賺很多 那只是運氣好可能 所以也要趕快賣掉 這樣很多也要賣掉 對我就說如果是錯誤的投資 也有可能賺錢 因為股市是這樣 有的時候你的錯誤的決定 也有可能運氣好剛好有賺 所以這種東西如果你發現 它是一個錯誤的投資 就趕快賣掉 像是什麼 有賺錢但是是錯誤的投資 就像我買了很多主動基金 也有賺 但是那都是亂買的 所以有賺只是運氣好而已 趁運氣好的時候趕快賣掉 就是你必須要回去檢視 你的買進理由 當然這個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所以剛才講說 基本上小資族是 不需要去做這些對沖 不過有些人就是 不做這些避險對沖 他們選擇是到一些 更風險比較低的標的或是地方 像是美債ETF 美債ETF近期的收益人數 也是持續的創高 是盤升 不過我們看一下 它最近它是 基本上都是跌了 大概一成左右 也是蠻多的 那到底是為什麼 聯準會降息之後 不是大家說 美債是一個送分體嗎 它這不漲反而是下跌 所以大家會問說 到底美債投資 是不是非常龐氏變局 那我現在滿手美債 我要該怎麼樣解套 最近很多人的想法就是 以為降息債券就一定會漲 但是事實上不是 我們也可以看這個圖 其實聯準會的利率 它代表是比較接近現金利率 如果是買那個很接近現金的短債 它的利率就會跟得走 可是影響長債 或是說長債的利率 代表就是長債的漲跌 所以它們兩個並不是一起走的 像我們這個圖就可以看到 一個是30年公債的利率 這個代表就是漲 它利率越高債券就越跌 那底下另外一條是這個聯準會的利率 那所以這兩條線 其實它並不是完全 並不是完全貼在一起走 所以它其實很有可能在 各種不同的因素之下 它就會不同的走向 就像最近一樣 聯準會後來講的話 以及接下來一些經濟數據 大家覺得明年不會降那麼多 因為原本大家覺得 就會一直降一直降一直降 降到明年 甚至八碼九碼 一直降下去 可是現在已經大家不這麼想 因為好像經濟數據不錯 這個通膨到底會不會壓下來 也不知道 而且很多這個聯準會的人講話 都好像很保守 沒有說要一直降 所以現在的預期 你看那個長債ETF 它買了這20到30年 它考慮的是未來20 30年 它不是只看你現在降不降息 而是整個降息會降多少 會維持多久 所以現在的預期 已經跟當初不一樣了 大家覺得明年不會降這麼多 所以最近又一直跌 這個是一個很正常的反應 所以其實這個債券市場 是一個很複雜的市場 它的交易量比每股都還大 它其實是很多專家 很多專家每天在研究會漲會跌 絕對不是台灣隨便一個人 你就可以說要降息了一定會漲 那個送分題絕對是假的 所以說美債當然不是龐氏騙局 美債是美國政府支持的 只是常債的漲跌 它會受到這麼多因素的影響 它是沒有辦法預測的 那些跟你說送分題的 那個才是騙局 所以美債送分題其實是一個 類似幌子跟騙局 但是我們就是知道 降息債券價格 理論上是會上漲沒有錯 那現在市場上有一些專家是說法說 會漲沒有錯 可是你把時間拉強 可能再等個一兩年 以報的債券就可以解套了 這個也不一定 因為很多人看到的是 2000、2008、2020三次降息 確實接下來的一兩年就漲 但因為這三次降息都是 後來經濟都衰退了 所以就連總會只好拼命降息 那等於說降的比當初預期的還要多 那當然這個債券會漲 可是不是每一次降息都一定會這樣 很多人就是靜音偏誤 沒去看到上個世紀 比如說1995 降息了之後才降兩三碼就開始升了 這個是沒有一定的 就是其實如果經濟沒有衰退 連總會也不一定要 為什麼一定要繼續降 所以大家現在本來市場上預期降七八碼 只要它沒有降那麼多 那繼續跌也可能 所以沒有什麼一兩年一定會漲的東西 這個除非你是放銀行定存 那個不會動的 對或是說說美元 短期債券它就不太會波動 就拿利息 那個是很簡單 可是中長期債券的漲跌是沒有辦法預測的 所以聽起來債券的價格是難以預測 基本上跟聯準會的政策有緊密的關係 如果說現在滿首美債 是為了追求資本利得 常菜資本利得而當初不決的這些投資人 基本上您是建議說 因為已經不符合他們的預期了 應該是現在要願賠賣出嗎 是不是真的要願賠賣出的話 是不是要轉到 像我們剛剛講的指數化投資 一些像零零五零 或是說其他的股票ETM 你如果願意長期報的話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標的本身沒有問題 長期是多長 只要長債的話 可能是至少十年以上 因為他常在的波動週期是可能很長的 但是畢竟他是二三十年到期 但是他也會一直發息 所以你過了十幾年 這基本上是不可能虧的 因為現在的殖利率來說 放十幾年一定會賺 好我不敢說一定 如果有個非常極端的通膨 很嚴重很嚴重 放十幾年可能會虧 但是這個機率非常的低 所以你要回到說 你為什麼要買債券 你如果一開始是短線 你現在可以思考說 你願不願意放長線 你願不願意長期賺這個 4%多年花的報酬 然後以及你的整體配置 因為剛剛說要不要換成股市 這個不是一個標準答案 因為每個人有適合的 股票和債券的配置 指數化投資不是只有股市 債券也有 所以你可以去思考 你需不需要這樣的債券配置 以及或者說你覺得 你現在發現長債對你來說波動太大 你也可以換成中期債券 或是綜合天期債券或是短債 那或者是說你突然發現 其實你可以接受波動很大 但是既然可以接受波動很大 為什麼不去買股市 這也是個合理的做法 但是這並不是每個人 不是說因為看到債券跌了 你就覺得去買股市 股市也可能跌 就是你不能接受會下跌的東西 你就要去買風險更小的東西 而不是去買風險更大的東西 所以如果佈局長載 想要獲得資本利得 基本上放10年就解套是沒有問題 但是抱不抱得住也是一個問題 如果抱不住 想要在一兩年內解套的話 其實是不一定 沒有一定你到時候就會解套 或許可以考慮自己的投資佈局策略 把它轉一些到中短期的債券 對當避險 也或者說可以轉到我們剛剛講到 一些股票型的市值型的ETF 那其實想到這邊 我們就要想到 其實最近也有一種類型的ETF 也是非常的夯 就是槓桿型的ETF正二 很多投資人都在問說 正二是賺得比較快 那我幹嘛要買原型的ETF 老師你怎麼看正二 適不適合佈局 正二它是一種開槓桿的方式 但是它並不是純粹的開槓桿 這個是投資正二一定要先理解的 我們純粹開槓桿 比如說你像銀行借一筆錢 你去全部都買0050 這一種開槓桿的方式 可是正二它因為它要配合 每一天它都必須要是兩倍 因為開槓桿是這樣 你如果這個投資標的上漲 你的槓桿比例會下降 所以它就必須要上漲了 它就要多買一些 下跌了要多賣一些 所以它這樣子一買一賣 一買一賣 如果市場一直在波動 它就會跟指數的報酬非常不相稱 並不是說你買兩倍的 它就會賺兩倍 而是它有可能賺超過兩倍 但也反過來可能賺不到兩倍 甚至比一倍還差 甚至從正的變富的 那我們可以看這邊有個表 大概五到十年左右的範圍 那可以看到 如果這個它的本身年化很高 比如說後面看到美股 這個年化10%以上 它實際上賺到的這個倍數 就是越來越多 可能就超過兩倍 那如果你的報酬沒有特別高的話 它可能賺不到兩倍 但是這邊看到算一點多倍 你如果多放幾年 如果你五年賺一點多倍 後面五年又賺一點多倍 還是會超過兩倍 但是比較要注意的是 那種不到 連一倍都不到的 就是如果你的年化比較低 比如說有一些日本 歐洲市場最近十年沒有那麼好的 那它可能就會輸 輸給這個原型的一倍的ETF 那甚至有一些時段 這個年化報酬更低的 它會從正的變負的 並不是說你正的拿到的報酬 你兩倍就會變成兩倍 而是會負的 而且負的很慘 這個最慘的這個新興市場 本來一倍的總報酬是2% 結果正二的總報酬是-50% 直接腰斬 就是它會在指數表現很好的時候 它會比它更好 甚至比兩倍三倍都有可能 那可是它在指數表現不怎麼好 即使指數是正報酬 它也可能拿到副報酬 所以你必須要先接受這個機制 然後你去考量說 這個正二這個工具適不適合你 老師我覺得很特別的是 我們剛剛看到您講說 原型一倍的總報酬 大約在三成以下 這時候正二的報酬竟然是負數的 對 就是因為它的波動耗損 大過你這個每天這個累積的這個福利效果這樣子 所以意思是說 如果要投資槓桿型的ETM的話 不是不行 但是可能就要選是不是報酬率 年化報酬或是總報酬都比較高的 那實際上操作我要怎麼樣操作 是不能短期布局 應該是說 如果能抓到短線去 是你自己用期貨做就好 也可以賺更多 所以說這個工具 也不是說 我不會說一定不能用 而是你 不管是你要做短線還是長線 你都要考量它的 你就要真的去了解這個產品 這產品不是像大家想像中那麼簡單 所以槓桿型的ETM不是不能用 但是如果你確定說 哪一個市場確定會這樣 不如用期貨或是說其他的 可能績效會更好 那我們要請教老師 剛剛有講到說資產佈局這一方面 就是您也是有跟大家分享過 如果大家想要去做資產佈局 想要效仿您的方式 有沒有一些 例如股債的ETM可以跟大家分享 或是說這個比例要怎麼樣去抓呢 那因為我是有在自己FB分享過 我自己的配置 但我配置很複雜 我花了大概30篇文章才寫完 好像有50多檔 對 所以說這個是一般人並不建議 因為我們決定資產配置比例 雖然其實我以前整理過 可以有十幾項因素 但是最重要的兩項就是 你多久會用到錢 通常就是我們什麼時候要退休 以及個人心理的承受度 我們以金融海嘯為例 這個全球股市大概跌了50% 那這50%就代表你投 假設投100萬進去只剩50萬 你要先預先想好 這種狀況你到底 還能不能睡好吃好 會不會每天都想要看股市 然後最後受不了 假設受不了那一刻 可能剛好就是最慘的那一刻 你賣掉你的長期投資 就整個計畫就毀了 所以說這個時候 假如你配置了一點債券 你就會發現 搞不好就是最後一根救命稻草 所以這個是我通常會建議說 不要太相信自己一定不會怎麼樣 把狀況設想的糟一點 所以這種情況 我們說如果你配置了20%債券 其實那時候 中長期公債都是有漲的 那我們就算假設不漲不跌好了 你如果 如果你至少配置了20%債券 你的股市就只會跌資產的40% 就會比50%要好一些 所以如果你覺得你的心臟夠強 那80 20算是一個常見的一個配置 但我不會反對說 有些人他真的有信心 就是百分之百股票 甚至開槓桿 如果你很年輕 然後真的有信心 但也都是可以的 我這邊舉的例子 就是以80 20為例 那可以有一些簡單的標的 比如說最簡單的就是 美國有一支ETA 叫AOA 他就直接幫你把80 配置在全球股市 然後20配置在這個全球債券 這樣子 而且他自動幫你恢復 就是每年恢復比例 對所以就最簡單你什麼 你就要一直投錢進去就好了 那當然退休的時候可能會稍微 沒那麼彈性大 因為你不能說 只要賣股票或債券 但你至少在年輕 你只要投入的時候 這個是最簡單的 那稍微複雜一點就是 一支股票一支債券 就是可以讓你自己 自己再平衡 也就是說 比如說今年要買的時候 發現這個股票漲很多 債券漲比較少 或者債券跌了 你就買一些債券把它恢復 甚至你在退休的時候 也可以說 今年哪個表現好 你就先 先賣哪一個 這樣是彈性比 這個只買一支要大 那主要 以美國上市來說 最常用的標的就是VT 代表的是全球股票 那債券部分 因為每個人的 對債券的想法不同 那BNDW是全球投資機債券 那或者是說 有人只要美國的就是BND 這支美國綜合債券 也是投資型 但是這兩支都有公司債 如果有公司債在內的話 就是在股市大跌的時候 公司債部分會下跌 所以它的抗跌 就沒有像純公債這麼好 所以也會有人就買VGIT VGIT是美國中期公債 那這邊就不會特別推薦 跟長期公債 因為長期公債 真的要特別想法 而且特別接受 這個長債波動的人才適合 也不是說一定不行 但一般 如果一般投資人建議 就是中期債券 或是說綜合天期 綜合天期就是什麼都有 它其實平均起來 就差不多是中期 那但是美國的ETF 有一個缺點就是 它會扣台灣人30%的 這個股息稅 所以這個整個成本會比較高 所以也會有些投資人 去買英國上市的 那英國上市它不另外課稅 所以它的總成本會比較低 那所以這邊我也提供了這個 如果你有管道可以買英國 因為不是每一家券商都可以買英國股市的 那全球股票可以買這個BWRA 然後全球債券可以買AGGG或是AGGU 那這兩個差別是 一個是有美元避險 一個是沒有 就是說你如果覺得 我的資產債券部位都是美元的 沒有問題 那就買AGGU 那你覺得你要分散在其他幣種 就AGGG 那VAGU就是存美國公債的 那它是綜合天期的 就是我剛剛說的 綜合天期平均起來 它的性質就跟中期差不多 就是一個它會波動 但是不會波動太大 那偶爾如果它跟股市相反的時候 也可以抵銷一些股市的下跌 那所以這個是一般的這個配置 那但是剛剛我們都沒有講到 像0050、006、008 就是因為其實在VT或VWRA裡面 已經有2%的這個台股 就是台股佔全球股市大概是2% 但是一定也會有人覺得太少 那一個考量就是匯率 因為台幣如果太強的時候 海外投資就會貶值 那第二個考量就是 有些人看到比如說今年 應該說其實過去10年台股 都是強到不行 那這種情況你就會 你投資全球的人一定會看到 那些投資台股的人賺得滿盆滿波 你可能會心癢癢 因為畢竟我們在台灣 就不平衡 對對對 所以我會建議說可以加一些台股 就是但是也不建議加太多 因為現在我們看到的是好時光 但是你要想 其實台股歷史上有些時候是 嚴重落後全球股市 甚至十年幾乎零報酬 的時候都有 不是每次都這麼好 你必須要考量說你的配置 在這種台股表現很差的時候 你能不能接受 你能不能撐下去 所以我如果一個人沒有特別想法 我會建議台股不要超過 這個股市配置的20% 那我這邊舉的例子就是 股市80% 那台股佔15% 應該說不只占15% 它是加了15% 因為本來那個全球裡面就有2%的台股 我非常不建議全部壓台股 真的是 沒有必要拿自己的這個 因為人生只有一次這個 長期投資二三十年後 假如真的表現很差 那你的退休生活就受到影響 所以盡可能還是分散 是比較好的做法 其實我自己的台股比例 大概也差不多是這樣子 老師我其實有發現一個問題 你加重台股的圖片 你是以006208當舉例 意思是說 06208比0050好嗎 對就是說應該說 對一般投資人來說 因為06208的費用率 它就是比0050要低了一截 當然沒有低到說差很多 但是如果你沒有任何狀況下 你要我推薦一次的話就會先推薦00608 因為績效表現差不多 但是費用率的話 如果資金再大一點的話 就會有一些差距感覺出來了 其實這邊我還有一個最後一個問題 基本上小資足月薪就是四五萬 我資金量沒有那麼多 我真的也需要做資產配置這件事嗎 資產配置是一個門檻 我另外說指數化投資 一定要長期投資才有效果 剛剛有講過 假如你不管資金再小 假如你在金融海嘯 你會受不了 會受不了的人 不是只有資金大的人才受不了 你只要你有可能會受不了 你就是有必要配置 但我沒有說一定要配置債券 有的人覺得拿現金 比如說你有100萬 你把30萬就放在銀行也可以 也是一種資產配置 這個沒有一定要 因為有的人看債券會漲會跌 也是會心裡受不了 反而假設你有70%股市 30%現金 這也是一種方式 總之要 就是你要先假定 那個最慘的狀況 然後你要確定你可以過 就是那個坑你過不了的話 你就談不上了 你不管是小資大資 都一樣在跌得最慘的時候 把它賣掉 那就功虧一虧了這樣子 買一個保險的感覺 謝謝老師今天跟我們分享這麼多 今天也是非常多的內容 那我一樣做個小的總結 基本上小資族要不要做資產配置 我資金都那麼小 答案是要 因為現在全球股市都是一個好光景 不過回顧過去美股 舉例來說像是2000年到2010年 像10年它的報酬幾乎是接近於零 那這個時候你抱不抱得住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了 所以資產配置是一個心裡門檻 也是一個必須要做的事情 那最簡單的配置就是股票80% 債券20% 最簡單就是選一檔全球股債的ETF 就是我們的AOA 也或者是說你要自主的ETF 像是BT再配上BNDW 或者說你真的很喜歡台股的話 也可以加上台股的比重 選0050或006208 但是它的部位不要超過你股票部位的20%以上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現在很多美債投資人是被套牢的 到底要怎麼樣解套呢 老實說美債送分題這個說法 其實才是一場騙局 那如果要解套的話 基本上放10年是沒有問題是可以解套 但是要放10年那麼久 有些人抱不住 如果想要一兩年就獲利解套的話 其實是不一定 這時候是要回頭去思考 你自己的投資策略跟投資需求 如果對你來說已經不符合了 是一個錯誤的投資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立刻賣掉 要認賠 那另外一個議題也是大家很關心的 就是高股息的ETF跟市值型的ETF 到底哪一個比較好呢 老師是拿過去的績效表現來看 市值型的報酬基本上長期而言 很大的機率會打敗高股息 那這也是給大家參考 不過大家還是要視自己的投資需求 去選擇適合自己的ETF 那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還要開啟小鈴鐺 才可以掌握最新資訊喔 老師最後有沒有哪一兩句話想提醒大家 我覺得投資很重要是選擇適合自己的配置喔 不要太被這個市場雜訊給影響 好 那我們下次再邀請你 謝謝 好 掰掰 拍攝色機拍攝動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